猜猜看我們今天來到哪裡了 這裡是高雄剛開幕的郵政博物館 裡頭不僅收藏了許多珍貴的郵票 還介紹了許多郵局文物的發展眼鏡 更有許多的互動體驗區 不僅適合親子前來參觀 郵票迷更是不能錯過朝聖的好地方 我們館場非常的豐富 首先跟各位介紹精品蒸油區 在這一區裡面我們有從清朝到民國 到近期的一些珍貴的集油品 我們有飛燕郵票 飛燕郵票分300 這裡有集油界非常喜歡的一版 我們這邊也珍藏了 那麼價值有上百萬 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過來看一下 另外我們也有中國第一套的郵票 雲龍郵票 雲龍郵票也是非常珍貴 在這裡也是以珍品展示 另外也有所謂的東方紅印花 東方之光紅印花的郵票 那麼在幾年前的一個國際的拍賣場合 四方年也拍賣出一億多的人民幣 這些的館場文物我們在這裡展示得非常豐富 希望各位民眾記得一定來我們高雄館看一看走一走 這一區是我們非常精彩的郵政文物館場區 在這個館場區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撥簽來台之後 在台灣從早期到現在 在廚繪以及郵物各種早期的文物 在我右手邊可以看到民國25年之後 我們開始有自己的郵物車 在這裡這輛是民國59年到民國45年的郵物專用車 這是非常經典的一個模型車在這邊 另外到這裡可以看到民國47年45年 以及民國62年的各式的郵筒 最後這個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大清郵政 1比1婦科式的老式郵筒 在這個郵筒區早期的郵筒 信件是從這邊打開 然後信從裡面拿出來 再帶走之後再放下去再放上去 這早期大清郵政的郵筒 是這樣設計規劃的非常有趣 聽完館長詳細的介紹 接下來就是互動專區了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到互動體驗區 手上會拿到一張明信片 它的背後會有一個 右下角會有一個QR Code 那我們來這邊感應刷一下 好 這邊看到障礙物 三角椎 水踏跟狗的時候要避開 然後看到油桶一定要吃 因為吃到油桶可以加速 不過有些展區是會隨著時間 而變更不同的主題 想體驗的觀眾要趁早過來啊 記者 許純青 陳柏鴻 高雄採訪報導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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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